大家好 我是王建文 台股我先做個簡單的論述 台股加全指數就是大半的走勢 今天的一個壓縮區間只剩下56點 上一次壓縮區間這麼小是4月27號60點 如果大盤壓縮到這麼小 你要小心 因為大盤一旦壓縮到極致之後彈開 往往都是一波大局 4月27號壓縮剩下區間高低點60點 4月28號直接打下來 我爸店 現在台股今天又發生這種狀況 發生這種狀況 那我們可以先假設 是不是因為地震的關係大家不大敢動 這是一個假設 那如果不是這樣 而是說原本市場的動人就不夠 然後讓壓縮的話 代表什麼代表 多空在這邊要對決了 那代表變盤的關鍵 當然我們希望是期限雙軋 如果是期限雙軋要擴亮 擴亮的條件如果沒有 很可能怎麼很可能再直接下來 這個先給各位做個心理的一個準備 那當然很重要 很重要你的股票要對 因為有些本土的法人包含像頭信 他有在買一些股票 這個可能是後面的主流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是多殺多下來 多殺多下來 後面還會有低點 後面有低點 先把大盤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產業 一樣練功 那人臉辨識產業 人臉辨識產業其實越來發展越快 發展越來越快 那包含像什麼 包含像有些 Microsoft也好 FB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智慧型裝置也開始在做 人臉辨識 紅毛辨識 那個所謂生物辨識 不是單單的指紋辨識 不是單單的指紋辨識 所以這個以後也會被所謂的討論到 那題材引動的時候 台灣有哪些受惠股有機會 我們今天就跟各位講 那最直接的 包含像 日本 日本那個陳田與田兩個機場 現在已經導入那個人臉辨識 加速通關 防恐 我想這個台灣也有在做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去介紹這個人臉辨識 人臉辨識的產業 那有些機場已經在用 那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 台灣的機場也有在用 那 整個台股的一個人臉辨識的相關概念 那我把它找出來 那也許有些 其他的公司還在做研究 那我們把它比較什麼 上市公司上櫃公司拿出來跟大家討論 那 有的股票承接量比較小 包含像蒙田 這承接量比較小 你要操作就要小心 都要洗淋 但是往往什麼 人臉辨識的題材如果被點起來之後 蒙田通常也是什麼 也是都漲停漲停嘛 你也買不到 所以 中股票的股性就是這樣 你自己要注意 那包含像台積電 包含像台積電 包含像大力光 大力光 包含像原相 那原相第一季的EPS不如預期嘛 今天就打到跌停嘛 這是去年的EPS 那包含像玉金光 玉金光 新巨科 新巨科 那包含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蒙田 蒙田 玉創 玉創也是什麼都有做啦 那你可以發覺說 其實他的獲利一直都沒有跟上 如果說 預創哪一天的獲利跟上來 其實 因為這檔股票很多的食物還蠻愛做的 他是有一波啦 一波 那另外我剛才跟各位講過啊 台灣有機場也在用人臉辨識 那個HR70 HR70 那在花蓮啦 所謂的一個 桃園啦 小港啦 桃園小港那個機場 都用耗星的那個 人臉辨識系統 都在使用當中 不過你可以發覺說 奇怪啊 耗星這支公司 以前是做準系統的嘛 那現在還是賠錢的 負0.62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個有賺錢的 有賺錢的是少數 其實差不多啦 有賺錢的 比較基優的公司包含像 台提電大立光元夏 那比較成交量比較小的像蒙田 那這個賠錢的公司啊 賠錢的公司 那股價也有高低位階 高低的差別 那我就把這個產業 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就先來看看 就只是說 我們之前有在看什麼 看一些 車蓋 看一些相關的一個 所謂無人機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 一個什麼 所謂的一個 Igdo Igdo Igdo聽說要量產 量產 所以你也可以把先前 做的功課啊 Igdo的一個相關個股拿出來 因為那個 Monance出來嘛 說要開始量產 而且是中尺寸的 那Igdo的一個相關題材 會不會什麼 會不會 有發動的機會啦 我覺得也有機會啦 像我就在看包的像葉城嘛 那些個股 其實都有機會啦 那我們下個階段回來喔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就從這些個股裡面 這些個股裡面 我們找一些指標股 找一些指標股 讓大家去做追蹤 那當引動的時候 這些指標股會先動 會先走 會先走 我們要做 我們比較常說 什麼題材 要開始動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股票 所以 今天還是跟各位講練功 不過大盤 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區域啦 我提醒各位 因為4月27號 跟各位講過 壓縮到局勢之後 沒想到他是往下 他往下之後就500點 500點 那其實 8687的時候 本來什麼 本來就很多的一個 賣 那個所謂選擇權 當初的那個選擇權 買權的莊家就卡在那邊 所以8687上不去嘛 直接就下來 那這一次會不會這樣 這一次的選擇權的買權 8384 其實也很近 也很近 所以 自己要小心啦 大盤自己要小心操作 那當然 更要小心 那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回來的現場啦 其實我們台灣會有一句話是這樣說啦 我們台灣會有一句話是說 賺到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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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股票市場 我們在股票市場 我們在股票市場 不用等 不用等一年 你知道嗎 不用等一年 你該調整 就是去調整 我們就到賺來努力 我們要調整就來調整 那當然我還有做其他的節目嘛 那其實也有一些啦 有一些投資朋友也會來跟我聊一聊 那其實最近有一個狀況 有一個大姐 有一個大姐 打來公司說 那個阿文副總 建文副總 我只七八十萬在做而已 所以盡情不好意思 打電話來問 那我也跟那個大姐講 你不要說你七八十萬在做 我們十萬塊在做 我們也要告好 我們十萬塊在做我們也要告好 那我就幫他看一下他手中的持股 的確啦 最近比較難做 所以股票都套了 套了 那我覺得啦 我們不要說我們十萬塊夠好 我們十萬塊夠好以後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 十萬二十萬 做得好的話可能會變成一百兩百 你可能就變成一百兩百在做 那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八十萬 那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我們醫療可能也變成五六百萬在做 那也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啦 我們還是要趕快做個調整 如果真的錯了 就把它做個調整 那導到對的方向去 讓自己操作能夠成功 那這些包含像台積電大力光原相 玉金光新劇科蒙田玉創號已經幫大家再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指標股 來 其實這張指標股大力光 其實鏡頭的運用也越來越廣 最近傳出i7 i7要用那個所謂的雙鏡頭 其實雙鏡頭在哪裡 在HTC跟華為都有在用 華為都這樣 HTC跟華為用雙鏡頭的口碑還不錯 所以蘋果要把它導入 到底會不會在i7導入 現在大家都在猜測 可能性也蠻高的 因為庫克好像也蠻喜歡雙鏡頭 這張股票最有趣是在4月25號 4月25號剛好是這期的低點 近期的低點 那個時候傳出什麼 那時候傳出啦 那個SE賣不好 那個Apple要砍價三成 哇倒楣啦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有遇到一個觀眾朋友 一個投資朋友 他就是在這邊把他賣掉 因為他講說哇這個壓力那麼大 而且是高價 高價股 結果沒想到什麼 沒想到原來市場的利空 沒有破敵之後 他是一路的漲 漲了六七百塊 然後一回頭一看 有些什麼 有些法人在買 有些外資在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因為這張股票其實啦 其實他慢慢的上來過程當中 會卡到這個 就是之前反彈的高點附近 這邊會做整理 那如果包含像雙鏡頭 包含像 一些鏡頭的運用啦 運用 那當然他有切入什麼隱形眼鏡啊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可能要看 他只要能夠維持穩定 維持穩定 我覺得啦 我覺得 其實在這邊你先不要去追加 因為瀕臨前高嘛 這邊也有套牢 你可以回測什麼 回測六十線你要進場做再做 我是 跟各位講 畢竟大力公有他的優勢在 只不過說他能不能夠維持之前的高層漲 我覺得啦 因為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 經營的角度 經營的一個範圍越廣的話 其實會侵蝕到一些什麼 一些相關於毛利率的那部分 那個都要討論 來 這是原相 原相繳出來的低劑 不如預期打下來嘛 那這個就是我先前在講的 我說原相這檔股票其實中線我是看好 但是為什麼不出手 不出手 你可以發覺說其實 這裡拉這一段之後量已經急縮了 急縮了 今天一根長黑 粗量出來 這個量還不夠你知道嗎 這個量還不夠 那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可以發覺說 這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 擴 開擴性的M頭 開擴性 把它擴出來了嘛 就好像我們在看 所謂的一個擴底 它變成擴頭 來 那我覺得啦 因為現在位置在這邊 如果這幾天 盤勢在比較不穩 有沒有可能回測到前滴附近 有可能 有可能 如果你要做規劃再來做規劃 那也可以看一些投信 有一些投信蠻喜歡做原相 這個可以 做參考 那裕創也一樣 預創這檔股票非常難做 那為什麼說有題材的時候 他也會表現就像這一段一樣 因為有些實物很喜歡操作 如果你要操作原相 預創 如果你要操作預創的話 就觀察這個 觀察這個 那目前看來指標也好 包含像量價 是比較偏空方 偏空方 那你就看這個低點附近 低點附近 其實那也每年都說轉機 好來 耗星 耗星我跟各位講過了 包含像所謂桃園 包含像所謂小港機場的人點辨識 都用它 所以可以發覺說他這樣沒有獲利喔 他沒有探機 他沒有探機 那個股價 反而相對其他股票 穩定很多 穩定很多 那當然 一個轉機性 那我覺得 我覺得 你現在要去做 短打也很難 也很難 你先把它記起來 把它記起來 那當然回到他的平台整體區的時候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可以喔 我覺得 其實 這檔股票喔 也有他的一個轉機性在 按照你的操作過程當中 把它當成 把它當成 樂透 樂透在操作 就 就說 反正 連10塊都不到 用樂透的角度去操作 那這是蒙田 我說這檔股票的操作難度本來就高 為什麼 因為只要我提倡 跳跳跳跳 一路往上 17塊到26塊 漲了10塊錢 17塊的股票漲10塊 很快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最近的量很小 今天的總成績要只有11張 11張 所以 你如果要操作這檔股票 當然 最好是破這個平台整理區 破這個平台整理區 你要去做樂透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覺得倒是可以的 因為 本身公司還是獲利 而且蒙田也不算是一個年輕的公司 蒙田也算是個老公司 只是最近的量能急說 那當然這檔股票 基本上你就觀察 成交量縮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些食物進去 哪一天擴亮它長紅 那我也許 也許就是 題材在引動的過程當中 有人下去唱 那這些 敢買蒙田的 通常 通常都是一些 國內的一個食物 我覺得說你也可以注意 但是以目前看來 那 最好是破那個前波的整理平台 我們今天把人臉辨識的一個 產業跟各位做個分享 最近比較難做 你們有需要 跟自己的情節告好 跟自己的情節告好 你有需要 可以跟我們聊聊 跟我們聯絡 大家一起加油 今天就跟各位 介紹到這邊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分析 最後